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有开会拿出来的文件 这一份文件结束了文革的这种残酷的那种场面 开始了后来30年的一个所谓理论上的一个改革开放 那其实在七八年的时候 同时有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小岗事件 小岗事件很多人把它归功于邓小平 其实小岗事件最直接的一个关键的人物就是万里 实际就在安徽小岗这个地方 整个这个村只有18户人家 那村长整个这个村的人呢 几乎都姓严 严肃的严 就是大家都是这么很多村落是这样的 那在当时他们已经完全活不下去的情况下 这个村长和副村长加上村里的干部 把18户人家召集在一起 大家按手印签了一个同盟 生死同盟 说我们悄不声的把土地分了 分给我们各家 分完之后 大家呢 按每年交工粮 多少工粮我们交 剩下的全归你自个儿 这种情况 在毛泽东统治时期 那就是反革命 现行反革命 所以当时的村长就说呢 如果出了事 我们就会被杀 如果我们被杀 所有恩首一尔的村民 你们有自 你们负责把我们的孩子养到18岁成人 这就是当时著名的小岗事件 那后来万里是在那做这个 呃在安徽省做省长 做省委书记 万里知道这件事情的事 之后鼎力支持 那进而到了邓小平呢 邓小平顺水推舟 这就是著名的小岗事件 在整个农村 否定了原来毛泽东的做法 把土地封给农民 封给每一个每一家每一户 这样才所谓后来的改革开放 是跟小岗事件直接相关的 为什么提这件事情 现在就现今 在前大概两三个星期前的节目当中 有一期我们提到过 那就是有关对法轮功学员迫害这件事情的 已经完全激起民愤 昨天我用过词 原子弹炸公共厕所 不是手榴弹炸毛坑了 激起了所有人正义人的民愤 这就是对法轮功迫害的一个现实的状况 而目前正是这件事情 在一个村落发生了类似当年小岗事件 整个村里的人三百多人 大家按手印 按手印来表明 这个法轮功学员被政法委系统迫害的 法轮功学员是好人 你们必须放回来 就直接向政法委系统 向江泽民一直开始的 一直贯彻到现在对法轮功迫害的这种政策的 直接的反抗 直接的抗议 来自于最民间 我们上一期那期节目当中我提到 这件事情已经反映到政治局常委了 影响很大 而这两天我们看到更新的消息 这件事情完全摆在桌面上 也就是说 被认为是当年1978年小岗事件的翻版 而小岗事件在当年直接揭开了这后30年所谓改革开放的序幕 是那件事情打破了整个原来毛泽东的政策 那今天这件事情 法轮功被迫害的这件事情 将直接打开打破 那后来这二三十年 江泽民踩着六四学生血上台之后 以迫害法轮功 镇压法轮功 污蔑法轮功 作为基础 形成血债帮 形成的第二中央 形成的后来 他们整个我们现在看到的 极少数权贵权利权贵家族 掌控着整个国家命脉的基础 他们的基础就是对法轮功的迫害 那网上连续有两三篇文章 我们看看文章是怎么说的 第一篇文章题目这么说的 三百请愿者联名支持法轮功 震动中南海 正法委恐吓 文章上来再次提到说 近日一封三百人联合签名的 按上手印的上书 在政治局传阅 产生震动 河北省的周屯村 每户派了一个人代表签名 要求当局释放同村的 法轮功修炼者王小冬 那村的大队长还在呼吁书上 盖上了公章 表示全村人的心愿 此后迫害法轮功的 中共政法委系统开始反扑 他们伙同当地镇政府的工作人员 对签名的村民 施以恐吓和威胁 并且要求在污蔑法轮功的 承诺卡上签名 这就是后续更新的一个报道了 前面讲说 这三百人签名的这个请愿书 最后传到了政治局 那紧接着政法委系统呢 还在延续周永康的这种做法 那对这些签名者呢 是以迫害和恐吓 他提到了几个时间 一个是4月20号 一个4月23号 一个是4月24号 在当地镇的国保大队的队长的带领下 加上镇政府的人 那对所有签名 这个村的所有签名的家庭呢 逐一去访问 要求他们重新对签名的进行确认 特别提到说 他改了一个说法 他说这些人签名 签这些上书呢 呃 原因是因为可怜 王小冬被抓之后 家里的老母亲和七岁的小孩 没人照顾 所以因为可怜的老母亲和小孩 所以村民签请愿书 反过来 把王小冬 因为修炼法轮功 而按照真善忍去做 这样一个好人的实质的问题 却撇开了 相反 却让村民去签另外一个 污蔑法轮功的卡 所以这就形成了一个概念 三百村民 每个人代表自己的家庭 签名的上书的信 是以心态可怜这个家庭而原因 而王小冬的罪名呢 却变成了一种事实 在他们这种无意当中的 这种玩游戏的过程当中 变成王小冬还是犯罪 而村民去可怜家里的人 孩子和老人 所以希望能够把王小冬放回来 是为了表示对这种家庭的爱 而这个时候 如果镇政府国保大队 把王小冬放了呢 就表现出党的关怀 党的慈悲和党的伟大 所以这就是我提到的 为什么从上到下 一位政府服务 一挂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国徽之后 他就连畜生都不如呢 那文章后面呢 就回复了 王小冬当时是怎么出事情的 他说2012年2月25号早晨 当地市政府的公安局 派出了40多名警察 在没有出示任何有效法律文件之下 对当地的法轮功学王小冬 姚秀逸 王俊玲 三家进行非法查抄 绑架 劫走了王小冬的所有的家产 两台电脑 两台打印机 摄像机 打孔机 切纸机 等等相应 以及现金2万多块钱 这就是当时的情况 然后紧接着 对他的王小冬的姐姐和妹妹 进行恐吓 结果他的妹妹呢 没办法跑到其他地方去了 而妹妹的孩子呢 到现在连学前班都不敢上 这就是现金的情况 而王小冬自己呢 在村里头呢 是个老师 是个全村的人 都大家属大母哥的好人 正是这个背景之下 我就刚才说了 原子弹炸公共厕所 激起了全球的民愤 大家不干了 大家全反了 大家就写了这封信 而在这个背景之下 那政法委系统的人 知道自己赚的钱 都是害别人 而为自己赚钱 所以试图转移方向 就出现了文章上面 我们提到的内容 这件事情呢 触及到更高层 政治局常委的层面 而最新的文章的题目 是这么讲的 小港事件2012版 震动政治局 习近平征求朱镕基的意见 而且明确讲说 这件事情可能将改变历史 文章呢 就提到说 这个300人按了首页的信呢 现在在政治局里面传阅 那记者采访了一位 能够接近北京高层的人士 他描述是这么讲的 据可靠消息说 高层很多人都在讨论这件事情 也都盼着解决这件事情 习近平 李克强 分别征求了朱镕基的意见 朱镕基自己说 处理当年1999年 425事件本身就是个败笔 李锐桓自己也在练法轮功 他就是非常明确支持法轮功的 而当年425事件呢 在今年425的时候呢 我跟大家做过一个专辑 那朱镕基的态度非常明确 所以一切的一切的罪责 来自于江泽民自己 而当年江泽民他老婆 也是练法轮功的 这就是现实的情况 所以我相信 现在80后90后 很多朋友对这件事情呢 可能还有自己一些模糊的看法 或者说 被系统的江泽民洗脑之后呢 大家形成一些观念 不愿意揭出事实 我一定要强调一点 2012是真相大白的一年 真相大白的一年 在真相拿出来之后 一定会冲击我们每一个人 曾经在我们生活的过程当中 形成的一些观念和以为的事情 我相信所有的人 在抛开自己利益的时候 你都能看明这一点 但是在自己身在其中的时候呢 有时候就有点糊涂 其实在全国的范围内呢 类似的事情呢 在各地都有出现 同一时间网上有另外一个贴子 那不是300人 那是1500多人 在河北发生的 我们看一下它的标题 它的标题是这么讲的 政法委制造九年冤案 数千名乡亲 联名营救 好儿郎 文章讲说 这是2011年9月份 发生在秦皇岛昌黎市 1500多名乡亲 了解到被迫害的 法轮功学员的这种真相之后 联名写信给中共当局 要求释放周向阳 这是一个法轮功学员 大家看到的这张图片 就是原件的照片 复印件 这些手艺代表 每一个人的 自己内心的人性的一面 和道义的一面 文章说的比较简单了 他说天津市铁道 第三勘测设计院的 工程师周向阳 因为修炼法轮功 03年5月31号 被判刑九年 期间遭受了酷刑 08年6月底 周向阳为了抵制迫害 在天津市监狱里面 绝食一年多 当时体重只剩下80多斤 在这个背景之下 09年7月28号 被保外就医 保外就医 跟自己的女朋友 等了他七年之久的女朋友 成家结婚 他的女朋友 并没有因为 他是个法轮功学员 被判刑九年 而离他而去 在他们结婚之后不久 那周向阳再次被抓 就是在这个背景之下 一千多 一千五百多名乡亲 不干联名 所以我刚才提到 那件事情 不是一件个别的事情 而在生活的 这个中国社会的最底层 太多的人知道 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 太多的人今天愿意站起来 为这样的真相 而拿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行的